各位同仁请就座 请陈秘书长报告目前出席的议员人数 向大会报告 现在议员出席人士37位 以达沪为开会合赐 敬请主席宣布开会 本席宣布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开始 高雄市民早安 今天现场有本会的副议长 全体议员同仁 高雄市政府由陈局市长所率领的市府团队 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第二届高雄市议会第四次定期大会 从今天开始要展开70天的议程 期许今天所有的议员 在这70天里头好好的监督市政 同时也跟大家报告 这一次市政府所提出来的总预算 金额是 最初的金额是1289.5亿 比上个年度多了85亿 在这审理的过程中 期许市政府能够好好的跟所有的议员同仁 共同的沟通 能够在我们预定的期限里头 把我们的预算顺利的审查完毕 在这里要谢谢市政府在这一次的台风之中 辛苦了 高雄市议会向辛苦的市政府表达感谢之意 虽然两个强烈的而且顽固的台风 把高雄市政府把高雄市的市容弄得有些混乱 但是我们看到高雄市政府在很短的期间 就把市容恢复 虽然有很多的损害在后续也获得补助 谢谢市政府 辛苦了 这次的中央政府给高雄市的补助 在宁国106年的补助 比过去多了 比上个年度 也就是比今年 多了58亿 显然 高雄想要翻转的诉求 我们得到中央政府的回应 这里也要谢谢中央政府 但是对于统筹分配税款 相关的法令 并没有修正 因此这里的财税正义 我们人们没有获得补偿 期许新的政府能够尽速修订相关的法令 让财税正义能够正确的落实 陈局市长从2006年就职到现在也十年了 这十年来 在市场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城市已经不断的在对变 十年来 市府团队穿越城市的美丽 也走过气暴的哀伤 让高雄市变得越来越勇敢 高雄市民也越来越光荣 面对高满意度的市政府 本会绝对不能怠惰 我们一开始就强调 要用理性问证 严格监督的态度 来监督市政府 最近 我常常在想 我们讲的理性问证 严格监督 这个监督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反对 叫监督吗 为了政党的角色而反对 这样叫监督吗 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是监督吗 本席想要提出一个想法 我们监督的底线在哪里 应该用公平正义 普世价值 来作为我们监督的底线 如果用公平正义 这个普世价值 来作为监督的底线 我相信 高雄市议会的角度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底线 跟高雄市政府的立场角度底线 绝对是符合人民的需求 虽然每个政策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 这个政府常常这么说 我的政策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民满意 也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 那我们要监督的时候 就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监督 我常想起一件事情 最近不断的想起一件事情 我想用PowerPoint跟大家说明一下 请放PowerPoint 在我担任高雄市议员的第一年开始 沿城区公园路的绿狼开辟 不断的在议会里头 大家争执 有赞成的议员 也有反对的议员 他历经多少年才开辟成功 我们看他之前的样子 跟之后的样子 开辟前跟开辟后 有这么大的风貌的改变 他就在哪里 就在博二艺术特区的旁边 现场有很多 当时我们一起讨论 争执 这个开辟案要不要过 我们看看 今天在场所有的议员 对于当时我们的决定 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觉得很欣慰 今天如果那里没有改变 博二艺术特区能看吗 我想要用这个例子 来跟大家共同讨论跟分享 我们监督市政 那个监督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 作为我们监督的底线 期许同仁用这个角度 也期许高雄市政府 我们在拟定一个政策的时候 用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 来作为这个底线 那么贵府跟本会 那个价值跟底线绝对会是一致的 其中若是优先 当然要考虑 在这里用这句话 跟府会所有的同仁 期许 用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 作为我们监督跟施政的底线 谢谢各位同仁 期许这七十天的议会 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不要辜负所有人民的期待 理性问证 严格监督是本会 一直期许的角度跟态度 那么监督的底线在哪里 今天我提出来 跟大家共同勉励 谢谢大家 祝福所有的议员同仁 七十天内顺利 祝福市府同仁 一起来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在继续下面的议程之前 我们按照惯例 来请城市长 以及所有的市府团队 先行离席 当然如果有报告案的 市府团队请留下来 没有报告案的 就可以先行离席 谢谢 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记录 以及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的 预备会议记录 全部放在各位同仁的桌子上 请大家参阅 各位同仁 对于会议记录 有没有意见 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确认 向大会报告 今天的议程 主要是报告事项 讨论市府来函的备查案 请议事主宣读议案 向大会报告 这次的报告案既有以下 一案号一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市府各机关 105年3月2日至9月5日 先行电支共计113案 新台币15亿6722万 6523元 包括中央补助100案 新台币6亿7390万3723元 及回会金13案 新台币8亿9332万2800元 提请本会大会报告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本市林亚区符合段 421-2地号 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面积为4.25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三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本市三民区水源段 931-31地号 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5.35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四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本市三民区水源段 931-33地号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2.39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六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本市林延期西州段 3510-12地号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115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七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本市入竹区竹栏段 1088地号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53.26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八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案由 本市阿联区和联段 311-3及308-1地号 两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1.23及0.14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九 类别财经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财政局 本市弥陀区人寿段 414地号一笔市有机灵地 让售案 面积为72.48平方公尺 业经行政院准以出售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 类别公务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都市发展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住宅基金 105年度1-6月 补办预算数额表 请准以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一 类别公务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平均地钱基金 补办预算数额表 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二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大树区公所 场地使用管理规则 105份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三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立中医医院 组织规程 第三条议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四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立联合医院 组织规程 第三条及第五条 即编制表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五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有关修正高雄市 原则秘工所编制表 并至一百零五年八月二日 生效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六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订定高雄市兵役处 组织规程 继编制表 并至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生效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七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会指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兵役局 组织规程 继编制表 并至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生效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八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政府 民政局组织规程 部分条文 并至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生效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十九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队 组织规程 第三条 至第五条 即编制表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通信队组织规程 第四条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一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 人事处 案由 修正高雄市政府 劳工局 劳工教育 生活中心 组织规程 第三条 及第十一条 即编制表 一案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二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立 社会教育馆 场地使用管理规则 第三条 及第四条 修正条文 一四五一百五十份 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三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 高雄市国际学生 奖学金申请办法 部分条文 业经本府 于一百零五年 五月二十六日 以高市府教育 置地 10533139100号 令修正发布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们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四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 高雄市儿童托育金贴 发给办法 业经本府 于一百零五年 七月二十八日 以高市府 教育 置地 10534454900号令 订定发布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五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社区大学设置 及实施办法 修正条文 业经本府 于一百零五年六月六日 高市府 教设置 第10533195400号令 颁布 发布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六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高级中等学校 推广教育实施办法 业经本府 于一百零五年九月一日 高市府教设置 第10535218700号令 发布 请查证 请讨论 各位同仁没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七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修正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演艺厅场地 使用管理规则 部分条文 报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八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修正 高雄市艺文场地 使用管理规则 部分条文 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二十九类别 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 未打一定规模 应回收废弃物 回收站管理办法 以份 请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准以备查 案号三十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 环境保护局 案由 简送高雄市 代处理废弃物 收费标准第四条及第七条修正案 以份 请备查 请讨论 各位同仁没意见 李乔鲁议员 简幻中议员 有意见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五分钟 相关这个案子 我要请教我那个环保局长 我们这个高雄市代处理的废弃物收费标准 你的对象是公办公营 还是也公办民营 还是也连一般的代处理的垃圾 亲业业者也包含在内 来请你答复 请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义员 这个部分 这部分是整个修正案 基本上是特别针对 是用对象 公办公营的部分 那公办民营或者是其他代清理的 那个部分都没有修正 都没有做任何修正 好 那另外就是说 你现在说代处理外线室 对不对 是 没有 你这里有 也有代处理外线室的限制费用 你不是有修正在这里吗 你的修正旅游里面 有有变动的 都大概是处理外线室的废弃物 有没有 你有提供啦 对不对 我请教你 原来我们一百公斤嘛 我们是处理外线室是一百七十块嘛 然后你们现在要涨到两百二十对不对 是 不是 那你自己修正的理由是怎样 这个部分跟李义员报告 这部分我们在原先的版本里面 本市的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是一百七十块 一档多少 你这样一档多少 一档千七 本市的 外观市的两千二 好 两千二 这是原来的 原来的 我其实不主张高雄市来处理外线室的垃圾 但是站在环保署它会希望要求 今天我补助你地方政府 当各个县市城市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会请各县市的政府来支援当其他出问题的县市来消化这个垃圾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现在这样的现象会成为大家依赖高雄市处理垃圾的部分 那么我认为在处理外线市的垃圾这样太便宜 你如果是处理我们高雄市市民的 这样我们可以较少的 但是你处理外观市要重的 这个叫做代价 那不然我们向高雄市民怎么交代 说我处理外观市的 然后处理外线市还有相对的会排挤处理高雄市 所以最近我跟警官中也是受到压力 就是因为这样子处理造成我们的中区胡华炉的损害 仪器都非常大 变成我们就要提早多心 然后那因为这样子也影响了我处理高雄市的代仙运业者 这样的费用 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没有很完整的考虑之前 那我建议是不是应该要再重新评估一下 然后第二点局长 也请你在这个时候一并回应一下 现在我们处理到的高雄市的处理垃圾的这个问题 代仙运的它的垃圾 当然它也有对外观市投资 对不对 对 我们也没过来 但是现在出到一个问题是 它处理高雄市的大楼的垃圾的时候 我们高雄市政府环保局把它列为一般事业会器物 不对 大楼的本属跟我们家一般人 穿个堆车在栽垃圾有什么两样 一样 可是因为你们把它归类 大楼的归类到一般事业会器物 造成又带清业者要缴给你们 处理的这个政府要缴事业会器物 所以我们要求在这个时候 你们应该要把这个归类弄清楚 把大楼的这个垃圾属于民生的一般垃圾 这样这要怎么处理 教授有 这个部分跟李源报告一下 我刚刚有一开始就报告过了 这个部分修正的是公办公营 公办公营的部分底岸格庸期 目前就是只有南区焚化厂跟中区焚化厂 近两者楼 那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形来看 就是说南区焚化厂 他带清理我们这些垃圾 完全没有任何外线式的 完全没有任何外线式的垃圾 进来南区焚化厂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形 所以南区焚化厂的状况 不是说他那些处理外观企业 所以排挤到我们自己 全部都是我们高雄市的 这部分是这样 那个简幻中议员一并发言 就五分钟 简幻中议员五分钟 议长我建议 我建议局长这个案子 我们应该搞清楚 跟整个高雄市的垃圾 而且我们也希望 你们的整个的收费标准 应该要送来议会 让我们看一下 该去的就要去 不该去的就不要去 该以市民的 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价格去收 所以我在想 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个时候 轻轻简简单单 要这样处理掉 我觉得可能会 违背了我们监督的职责 那简幻员 我在这边就是 简单的去做一些陈述 因为基本上在过去那阵子 就是我们 在古山区很多大楼 因为他们因为代售业者 他们就是占价了 那我想说 是不是会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主张就是说 关于这个废区物收费标准 第四条跟第七条修正的这个案子 我主张先各自 刚刚举手的还有 陈丽娜议员 张丰腾议员 还有没有人要发言 请一并举手 周琳文议员 这三个议员发言完 我们就不再发言 谢谢 陈丽娜议员 谢谢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重新再说清楚 因为你在这个里定的是中区跟南区 公办公营的这个收费办法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把每 你这里写100公斤嘛 我们是不是一顿 一顿2413元的部分 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应该要把所有的成本计算 整个戏目的部分必须要显现出来 让我们看到底合不合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你必须要把它写是高雄市的 一般实业废弃物的收费办法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没有写嘛 所以将来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又外线式的又收进来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明文规定清楚 它就是不能烧外线式的一般实业废弃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 希望能够再把大楼的生活废弃物 就是家户垃圾的部分 另外再定一个收费的标准 让它将来是固定的 不要随着一般实业废弃物的调整而波动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障 就是说大楼的家户住户的家户垃圾 它虽然是委托外面的民营业者 我们已经有 他们已经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了 但是市政府应该要维持住这个价格 不要让它随着一般实业废弃物的处理价钱而做变动 那在这个收费标准上面 我觉得还是不够 做的还不够完善 那是不是我觉得就说 在这个部分先不予备查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内容先改过以后 再送进来议会里面 这样子会比较完善一点 那不然你现在只讲这个部分 其实文的内容写的也不清不楚 那很容易就让人家误会说 你是不是又要准备收外线市的一般事业废弃物 那这个前面这几年的 这个一两年内在为了南区焚化炉 收这个三万公顿的外线市一般事业废弃物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已经更正回来了 我相信处理高雄市的家户垃圾 跟一般事业废弃物能够处理好 才是我们焚化炉的基本职责 不论是哪一个四个厂都一样 钢山厂跟人物厂也必须要做配合 处理高雄市的所有的垃圾 那你有余力你要去收外线市的垃圾 如果是钢山跟人物 你们自己去规范 但是中区跟南区焚化炉 很抱歉就是不能收外线市的一般事业废弃物 我还是在这边要重申 所以对于这个收费标准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请局长回应一下 在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些比较妥善的改 就是把它修正一下 请局长发言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这里面提到了一顿2413的这一个价格 我们是按照整个焚化厂 它一顿进来的这个价格的成本去所算出来的 对我知道但是我们想要看你算是怎么算的 这个部分包含就是说 进来我们所要花的这些的人力 那以及就是说整个设备 它本身的一个设备费的一个折旧 以及最后烧出来的这些底渣 这些会稳定化物 它去处理我们所要花的成本 全部这样子算起来 否则不会出现所谓的13正在后面的一个零头的这样的 没关系你就是把它显现出来让我们看嘛 我们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你算的方式是怎么样 因为各个县市目前算起来的价格都不一样啊 其他县市算出来2200 他们也觉得他们符合成本啊 那你们要算到2413块是为什么 你要说明啊 不然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每一公顿大家都会有所落差呢 那为什么高雄市的炉子算起来特别贵 这也要说啊是不是 这样子你把这个数字显现出来我们才能够明瞄说 为什么会收这个价钱 因为我们现在收的都是高雄市自己的垃圾啊 所以高雄市民也应该要了解清楚 就是说这个成本的算法是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资料也提供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补充到到 因为我手边目前没有这个详细 每一个我刚讲每一个项目的这个资料 再补充过来 再补充过来 刚刚议员所提到的 包含我们那个那个 那个李议员也有提到 有关于这个大楼的这一个垃圾的部分 大楼这个垃圾部分 我们后面我们演绎看看 是不是针对大楼的部分 要来做一个要来有所谓的收费标准 再来做一个讨论 那部分因为涉及到后面怎么去做管制 然后收费的部分是不是要单独提出来 这个是不是容许我们能够后续做一个详细的演绎 参考别的县市的状况 谢谢陈琳娜议员 接着是张丰腾议员 周凌文议员 林荣议员 要发言的请举手 谢谢 好 谢谢议长 那个蔡局长 我先厘清一下 现在高雄市的四个厂 钢山人武是公有民营 那他当然是建厂是由环保署补助的 然后操作是他去操作的 所以他在这个事实上的民间的营运 他去收外线市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还是有责任 因为是在我们高雄市 他还是必须要有责任 配合我们高雄市 当我们自己高雄市的垃圾处理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还是要还是有那个责任 必须要配合我们 我想这个先要厘清 那第二个就是说 南区厂跟中区厂 其实是原来高雄市是自己的经费 当然环保署有补助 但是基本上是自己的经费 去编入预算 然后公有公营的这样的一个厂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的费用 其实就不一定一定要 环保署叫你说 这个全台湾 不管你是本县市外县市成本 要以这个收费要一致 这个他要逼你这样子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里是有你自己的预算的成本在这里面 所以这里的收费标准应该是高雄市有完全的自主权 那我现在要先厘清是 有代处理废区物了 我所谓代处理 就是说不是你清洁队收运进来的 这才是这个代处理废区物 那中区厂有没有 没有 所以只有南区厂 南区厂过去是有受外县市 现在有没有受外县市 没有 那但是你现在所有的规定没有规定以后不能收外县市 对不对 这里面没有规定 这里面就是一个收费的标准 可是在你所有的法令里面也没有规定说 以后不能收外县市对不对 所以将来还是有可能南区厂会收外县市 跟自己本县市的 那你现在把这个代处理的费用 变成是这个一致的费用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也不见得赞同 说有些议员讲说我们完全不收外县市 因为台湾那么小 其实在很多在垃圾 发生垃圾危机的时候 互相的帮忙其实是应该要的 但是这个是权宜的措施 不是永久的措施 但是即使是互相帮忙 也要有差别 这里是我们自己高雄市的预算 去编列去处理的 就是说外县市的时候是一致的费用 叫我反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厘清 要么你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不收外县市 这个好你设一个单一的费率OK 不然的话你没有设这样的禁令 那以后是有可能收外县市 我认为要有差别费率 所以这里跟议长报告 是这样的主张 所以这里我认为说 这个要备查位 认为应该要搁置 谢谢周灵文议员 接着是林英勇议员 然后我们就来结束讨论 谢谢议长 我的看法其实跟大致前面几位同人一样 那特别在这里我要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这一点 就是说我跟那个局长私底下 为了家用垃圾 我们也做了一次很深入的讨论 那对于家用垃圾这一件事 是影响整个大高雄居民 市民是每天生活上的事 那在这个部分去做调长 或者是去做一些 就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轻运业者 都是把家用垃圾 跟他们有收的一般的废弃物 跟或者他们其他接洽的东西 他们全部都混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大楼的垃圾出去 我们没有办法做真正的认证的地方 那特别我有也跟局长有讨论 就是说我们试着往几个方向 比方说大高雄地区 大楼的管理其实已经很成熟 那有一些社区协会的管理也很成熟 比方说像我们住的大楼 大概每一天多少的垃圾量 它是统一在我们的管理保全的 那个清运垃圾中心 我们会跟业者一个礼拜 大概收一天两天或者三天五天不等 但是我们的量其实是 有一定的可以理解的数字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栋大楼 大概在管委会的管理之下 它每一天产生的垃圾量 大致上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有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就让清运家用的垃圾的业者 我们透过大楼的保全 管理中心的权限 或者是社区协会的权限 我们可以盖出一个证照 我们可以盖出一个证明 证明说我们这几栋大楼 我们这些大楼每一个人盖出来的量 它就是我们这些清运的家用垃圾的量 但是业者拿去到的时候 业者拿去到如果增加其他的量 或者混了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严格 我们就严格对业者来做惩处 你让我抓到 你现在所有的家用垃圾盖给我 你要让我环保局统计 我假设就是15吨 你来了是18吨 那3吨我抓到我就严格 我甚至最严格的 我不只是罚款 我就是车照 就是说往这个方向 我们慢慢去研拟它的可行性 它也许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那这个部分我想可能 也许这样的方式比较成熟之后 可行性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案子 我们再来讨论一些费用 这样好不好 请局长答复 请局长回答 谢谢周议员 那个其实我刚刚有提过了 就是大概有关于大楼的 或者是这些公寓的 这些废弃物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它的收费上 我们后面 要不要另外弄一个 重新设置一个所谓的收费标准 以及后面的如何来做一个整个监督跟查核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演绎 也来参考外县市 其他县市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做法 怎么来做这个管理 这个方向我相信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是可以往这方面来规划 往这方面来规划 那另外也跟各位议员报告 就是说这个案件 一顿收2413的这个部分 如果以目前台湾地区的整个收费的这个费用来说 其实我们高雄市原先的1700 1700的这个费用 坦白讲已经都偏低了 外县市的目前 目前其实大概都在2600 甚至有的到3000多块 3000多块的一个基准 所以在过去我们也发现了 有一些的违法的案件 就是说外县市 跑来我们 因为我们比较少 跑来我们高雄市 然后有的是用所谓的AB车 就是换车之后 跑到了南区厂去 所以后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演绎 其实我们是 纯粹是按照成本的部分去算出来的一个状况 但是局长你这样讲意思 就是说我们包庇它的 我们因为包庇它的混杂跟头道 所以我们调高 也就是说我们调高 但我们允许你来混道 不是这个部分我们也抓了 我们也抓了 稽查了很多的这个厂家 也都移送到地检署去做侦办了 但是价格的部分 如果一直持续是在1700的这样的一个基准 这样的基准 那可能针对这一个漏洞的部分 有些就会觉得说 从哪个地方把这个部分运过来 这个部分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 他就愿意冒险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按照成本整个算出来的 那至于说整个计算为什么是2413 这个部分我们后续再来补充给大会这边 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个完全是有按照成本的部分算出来的 那你就把资料送过来 那家用的部分请多多 谢谢 接着请林英荣议员发言五分钟 好 谢谢议长 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你这个每100公斤2413元 这个涨幅啊 大概是比现在是多多少 如果以百分比来讲 大概是在40个percent 40个percent 原先是1700 现在是213 对因为前一阵子就是各个大楼 他们对于这个调涨的部分 就是普遍反应就是涨幅高达40%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 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会突然多了40% 不过我们开过了说明会之后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几个症结点 我觉得局长回去研议 第一个我认为收费标准 必须要公开透明化 那当然你现在这个收费标准的修正草案送进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讨论 到底我们的成本在哪里 那应该收费多少是合理 那第二个我觉得家用垃圾跟其他的废弃物 是应该要分开处理 那怎么样做到技术上的分开 因为我知道现在环保局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 就是业者可能会有刚刚局长讲的AV车 或者是会有其他混杂的进来 甚至有收到外县市的进来 冒充是我们自己室内的垃圾 来做这个相关的处理 所以你们要把价格提高 当然一方面也是在防止外县市的垃圾 因为跟其他的县市收费的标准来讲 我们算便宜的 所以他们会想赚这个利差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防止这样的一个弊端上 我觉得环保局要一个具体的措施 而不是只是涨价 因为你涨价是涨到我们市民 直接让我们的住户们在这个部分是受害的 那你涨幅高达40%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我说第一个你要把家用垃圾跟一般废弃物 跟私业用废弃物必须要严格的分别 因为他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 因为家用垃圾处理费是比较低的 那这一次公办民营的钢山他们的这个焚化厂 他们的收费调幅啊 家用垃圾调最高40% 可是他们失业用废弃物的调幅是低的 那那天那个消保官他们有开了一个公平会的审议 那这个公办民营的业者来 他们就有讲 这个部分我跟李乔鲁议员我们都有到场 这我们很清楚 所以公办民营的业者在对于失业用废弃物的部分的调幅 在这一次是比较低的 可是我们的家用垃圾调幅是高达40%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成说 你因为要防止弊端 结果我们所有一般的住户是受损的 你这调幅对一般住户是最高的 那因此我认为你必须在这个收费标准上 做一个适度的一个平衡 也就是说你失业用废弃物调幅多少 那你家用垃圾的部分调幅多少 你那个比例是要合理的 你不能说失业用废弃物只调5% 那家用垃圾调40% 这样就没合理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局长我的意思很清楚的跟你传达就是说 第一个请你把那个失业用废弃物跟家用垃圾的处理一定要分开 在进场分化场的时候 第二个在收费标准上要公开透明化 第三个在这个相关的标准的这个调幅上 你也必须要一个合理的比例分配 那最后我要求就是 希望你们定一个定型化契约出来 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要给谁用 给一般的住户和清云业者用的 那清云业者和住户签约的时候 就透过我们政府公版的定型化契约来签 而不是任由业者自己去跟我们的住户 跟大楼来签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呢 有一些条款约束 如果将来业者在这部分有违规 我觉得环保局可以对业者重罚 但是这跟住户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住户可以在合约里头清清楚楚的受到保障 那在这个业者的部分呢 也可以相对的得到一个约束力 所以这个部分我要求要定型化契约来处理 好这个是我以上提出来的 这个局长在做相关的研议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局长要不要回应 谢谢议长 谢谢议员 刚刚提到的有一点就是说 加户垃圾跟一般废弃物 如果进了一般事业的废弃物 工厂这边废弃物进了焚化厂之后 这两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因为它都进到储坑里面去 垃圾的储坑里面去 所以两个是一起混在一起 那计价的部分是进场的那个地棒 我们可以研议是 我们可以研议就是进场地棒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怎么来做一个区分 这个我们来思考看看 好 那后面处理 是 对 就是在进场的管制上 我们在研议看我们用什么方式 来做一个后面的这两个部分的管制 好 请坐下 关于这个报告案 根据的收费标准的第七条里头 显示 这个收费标准将在106年的1月1号才施行 所以本会认为 本席认为这个案子 目前各位同仁有不同的意见 也没有那么急 先行搁置 请局长利用大会的期间 跟所有的议员同仁多多沟通 好 谢谢 本案搁置 请接着 案号31 类别法规 报告机关 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 案有 高雄市会期物处理厂回馈办法 修正条文 月宜105年9月22日以高市府环汇管制第10540047300号令 公布实行并刊登市府公报公告周知 请查照 请讨论 好 各位同仁有意见 请蔡副议长 好 谢谢议长 尤其是 尤其是 我来说南区 回馈办法 我们那边之后五例 六例 六例 柯潭新厨 柯潭新厨拿来 探讨 还有认证 这六例 刚才都回馈五十万 一年回馈五十万 但是刚才说 钓百分之四十 中够七百十三 也是同样 开花又同样五十万那些钱 没有人说我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 这样 这样又比较不公平原则 旁边你如果减起隔 你也要给这六例 也是只要钓上去 在大料理 这要钓上去 香港区本地就分配多了 这没问题 但是 结果这六例的部分 方言 方言两公里内 他们有分配到 但是 原则上 他们就是没有 比例原则就是没有提高 所以 这个也要讨论的问题 以上 要不要请他回答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副议长 这个跟副议长 这边报告一下 我们提这一个 回馈金的这个方案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过去合并之后的一个 垃圾焚化厂的回馈的制度 合并之后有两套的计算的方法 原来的高雄市 是按照 一栋 一年三万 一年三万的部分 所以如果刚刚以南区缝化厂的部分 来讲 因为它的设计是1800 每天是1800 所以一年的回馈金是5400万 是5400万 那原来的高雄县这一边 原来高雄县这边是 直接依照所谓的进场量 一栋200元 一栋200元 所以它比多少 它就回馈多少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为了避免一试有两个制度 所以大概整个要把它整个做一个整并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案件 就是说把它整并成 进去一栋就是200块 一栋就是200块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可是它的分配的方式 它的整个分配的方式 那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这是焚化厂在新建的时候 所对民众的承诺 这两百块没关系 你的比例原则 比大厘区和人民区 这些比例原则 你会算成这样 绝对会假的 不可能还保持在 那些回馈的那些 六年五十万而已 是 所以这些比例原则 要算清楚 他们的历导都在欢迎 不然整个都会了 跟副议长报告 如果整个算出来的 比原先的5400万 就是它的回馈金的这个钱 来得多 当然是按照比例会增加 一定会按照比例增加 那比例增加就是说 所有的回馈区里面的 这一些的一个理 它所分配的 或者区所分配的 它的额度会增加 可是如果少于原先的5400万 不好意思 这就要更加 真的是比例的 跟他们说清楚 讲明白 都要回馈你们多少 够多少 不要跟他们说 就不够 就不去那些 重点是说 回馈办法 絕對要够嘛 不可能减下 这是重点而已 那村的不是说真实 说奇怪 垃圾庄 就有把刀那些 结果价格了 我们钱 的回馈金 跟我们有在那些 那就不对嘛 比例原则不一样嘛 是这样而已 还没其他议员 有啦 跟那个没有关系啦 还没其他议员有 要发言的 没有啦 好 请坐下 那 这个案子 副议长 也一并搁置吗 也一并搁置吗 好 请局长说明 这个跟 再跟 再跟副议长报告一下 我刚刚讲的200块 以现在南区焚化厂 一年大概 平均大概 一年大概可以烧到 40万吨到42万吨 所以一年的回馈金是倍成万 可是原先只有5400万 所以 他的金额按比例 会减价 这会减价 一定是按比例会减价 我知道 减价是不错 你要说多少钱 钱钱 钱钱的比例 我们学生少许钱 那是对 因为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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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在5分钟 我的意思是你听不 就是 就是你們跟解說就是原本有政家的錢 一樣跟他們說 一樣50萬而已 所以他們這樣依賴就是說 你如果政家是政家到什麼多少錢 這是一個基礎嘛 結果你不是啦 他們這跟解說 啊沒有政家啊沒有政家 啊 說不清楚啊 這個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跟副議長報告 我們還會來和安林芳大了 現在跟他做報告清楚 絕對會政家嘛 政家到什麼程度 不知道啦 我也不知道啦 他們也沒辦法 人家瞎租他出來 這樣而已 好 陳妮娜議員 我想喔 因為他有一個辦法 那如果這個回饋的有比例的原則嘛 那每一年收的垃圾量其實也許最近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以後不見得是這樣子 比如說回收的狀況特別好啦 然後各種的條件變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垃圾量不一定都保持在這麼多公盾 如果你正常運作啦 那所以呢 每一年為什麼我們跟各個里長都要討論 就是因為這樣子嘛 理長都要來討論說 可能會費金有多少分配的比例多少 這是有一定的原則的 那現在看起來是以前高雄縣的這個方法 本來就比高雄市要優惠 所以呢 現在採用高雄縣的方法來處理一定是增加啊 那增加的話到時候的整個比例分配 我相信小港區有領到這個 南區分化裡的這個回饋金的這些里長 其實也都在關注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有一個原則 就是公平的一個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 讓大家在這些回饋金的使用上面有 本來在設置之初 他就有這個回饋的這個辦法的存在 那這個辦法要改其實非常的困難啊 那我想當時會通過 就是因為這些配套措施都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我想大家還是應該要按照制度走 應該要按照制度走 那我相信高雄縣的這幾個里子會更好啦 這也比較好不比較壞啦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站在小港區的這個 這些居民的這個意見上面 我認為應該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 然後按照以往的制度 那到底就是說到最後會收多少 應該每一年這個在南區焚化炉這邊 都應該好好的再跟里長來做一個溝通 以上謝謝 謝謝 這樣就好了 這個案子請坐下 還有沒有議員要發言 大家在意的並不是這個回饋辦法的內容 而是環保局沒有適度的去回饋的地區 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做適度的說明跟了解 讓他們了解 所以請環保局趕緊加油 去讓所有的有需要的回饋的地區的民眾 能夠適度的了解 包括本會的副議長都不是很了解 這樣相當的需要改進 那這個案子 先讓他通過 請後續的加強溝通跟說明 好不好 好 終於備查 案號32 內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 簡送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條文既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 請討論 對於本案有沒有意見 剛剛有人舉手 張漢中議員羅鼎成議員 請張漢中議員發言 五分鐘 謝謝主席 局長 我要請教我們的五甲社區的回饋金管理辦法 現在重點是我們五甲社區的回饋金 目前它怎樣管理 目前 請回答 先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我對議員 請假報告 因為這不是回饋金 這就是當初五甲社區那裡 的國民住宅建的期間 它有在國民住宅的售價 有割的差不多2.5% 還成立一個基金 來做這個五甲社區的管理 那這次要提出這個部分 這是修正的條文 最主要是 因為它之前不是五甲國民住宅社區 而是它是整個用一個國民住宅 這個就是全高雄市的 不然這個背景是怎麼會受到 是因為國民住宅條例這個部份母法 在104年 就是25年的時候 全國都廢止 廢止因為現在在廢止的前後 事實上陸陸續續 全國各地方過去是國民住宅的部分 都依照公寓大廈管理的條例 來去成立所謂的廣委會 那由這個各個廣委會來 當初是放在國民住宅 維管基金裡面的錢 就交給每個社區管理委會 那之所以會需要有這個 鳳山五甲這個案子還留著的 並把它更名的原因是 因為五甲社區是 目前高雄市還沒有回歸到 成立管理委會的一個社區 那因為它還有五千一百多戶 它還是必須要有一些 這個基金我們還沒有辦法交出去 所以有一些部分社區的維管費用 就是由當初繳的2.5%售價費用 以及它的支席來去做整個社區的維護 其實現在目前我們的五甲社區 我們的貴去的一些 類似說現在目前我們 以前等於說營建室蓋的嘛 營建室的法定空間 以前所保留的法定空間 是不是 將近三四十年來都還沒解決這個法定空間嘛 這拖地的法定空間 現在都還沒改管嘛 我上次去會刊的當中 他們有給我提起都有一點 這個法定空間要回歸 回歸給我們管理 等於說我們每個住戶的權益 都要回歸給原來的所有的住戶 這個法定空間其實蠻大 是很大的嘛 法定空間是很大的嘛 是不是現在我們營建室 有在規劃這個法定空間 規防的我們的住戶 是不是有這個 這個道下的議員 這個給議員報告 就是這個他當初 就是現在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成立管委會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過去的那個產權的 釐清方面就是還在進行 那營建室那邊事實上 因為他也是早期是省政府那邊處理的 那移交資料過去 他還有很多資料是過去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正跟營建室 在克服這件事情 那所謂回歸這件事情 當然會要切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屬於五甲社區 當初根據買賣契約 或是當初的那個設計的原意 哪些是屬於公共設施 那個就是要由 是由營建室這邊交由地方政府 然後再給各個目的 那個公共設施的租關機關 去負責維護 那另外就是法定空間 這個就是要到 到各個社區 所以大概這兩部分 現在我們跟營建室 就是就這個三款的釐清 到未來 到底要有幾個關委會 因為我們說成立 只要拿一個關委會 五千幾號 這樣一個關委會 到時候那沒辦法運作了 所以也是要有合理的 看幾個關委會 還要搭配它的產權的釐清 跟法控的這些 回到社區 看是怎麼樣去切割 所以這個工作 我們目前跟營建室 正在進行當中 有新的進度在改革議員報告 謝謝 羅鼎成議員 請發言 謝謝主席 請教那個 局長 我們這個 社區管理委會基金 現在總金額 大概有多少錢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羅議員 以目前來講 我們大概的數字 大概是一億零五百萬 一億零五百萬 那因為我之前 有民眾來問到就是說 他們從搬進五甲骨來開始 每個月都按時繳納管理費 但是 他的樓上樓下鄰居 有很多人 已經好幾年沒有繳管理費了 同樣我有繳管理費 跟同樣沒有繳管理費的人 享受這個住戶的公共設施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問題來了 我就問他說 你們大樓沒有管委會嗎 那他們說 應該是有成立 住戶自己也沒有很清楚知道說 到底他們那一棟算不算管理 委員會的管轄範圍 就如剛剛局長您提到說 其實還有很多戶是沒有成立管委會的 那因為沒有成立管委會 基本上 欠繳管理費的住戶 大概也知道沒有人會跟他們吹收啦 那這部分我有問過那個 杜芭拉局這邊 杜芭拉局當然 承辦人是說 會依照法律程序跟他們吹收 自己支付命令或是提告也好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成效如何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請局長 其實我相信 應該是有很多住戶是投機取巧的 那因為我看到說這個基因的來源 第二款就包括了 這個社區住戶的管理維護費 那因為 五甲國台其實基本上已經很多年了啦 我們之前碰到的問題是 住頂樓的住戶 年久是修頂樓的防水 以前的頂樓的做防水 可能技術沒有那麼好 那我不知道 那也可能風吹日曬雨淋 地板均裂造成漏水 這個部分也跟當地的里長去反映說 那能不能用這個基因來 來修繕頂樓做防水的工程 那因為太多棟頂樓了 那大家其實都排隊 希望能夠排到他們去趕快去做這個防水的工程 那這部分因為卡到基因的運作 還有也許頂樓住戶的這個防水的這個狀況 嚴重程度不一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杜發局 當然成立管理會跟營建署可能有關係 那因為我想現在已經是民進黨執政了 那這部分可能溝通的管道比較多元 那個善意度可能不一樣了 那請求這個杜發局這邊能夠盡快跟營建署 那個達成共識 然後就各戶該如何多少戶成立一個管理會 可能要盡快做一個研議 然後這個基金的運用 還有頂樓防水工程這個修繕的部分 可能也要繼續加緊腳步 這部分局長 好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羅議員 那個頂樓勝水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因為就是大概我們每年會有一些有預算 然後來去逐步的來修 我想這個會是比較優先來處理 那至於議員關心那個其實我們也也蠻急的啦 那坦白講因為當初不是我們蓋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在跟他要資料 然後有些認定方面到底要想趕快想一個辦法來釐清 那我們也是希望 像這個條文 這個管理辦法事實上也是一個過渡時期 等到整個管理會回歸到那個公益大廈的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 我們大概就會把這個基金的錢依照比例把它分回去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一個就是有些欠繳這個管理費 就是每個月要繳的這個部分 那個我們就我把它再盤清楚 然後看怎麼處理 好 就反正該怎麼處理我們就怎麼處理 好 因為這部分可能 有公平的問題 對 還有局裡面的人 承辦人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這部分要幫他議局長了 謝謝 好 謝謝 蘇妍澄議員請發言 謝謝議長 這個我家社區你是用那個議局長 他的議局來維護那個環境的那個房子 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 那個房子都是差不多都超齡的 都30年30年35年了 但是30年35年現在變成一個現象 就是流水的問題 外國在流大後裡面流消火 但是你們現在是做風水的對不對 但是反不及時 大家都在那裡排隊 在那裡排隊的這個過程對不對 就是說 稍微可以先做處理 但是如果是比較嚴重的 你們愛於這個經費不夠的政治 那些人就要在那裡排隊等 但是變成說 如果人家來對不對 他們就是用湯 用溯家地的那些新水 我 覺得這種的生活品質對不對 我覺得是非常無理想 是不是說我們能某一個 可以用一塊 看到基金 或者另外一個人裏的議商對不對 做一遍分期分担一次解决 如果沒有就是要在規劃都經 在規劃都徹底起了這個問題 因為一家家駕駛35年 我說差不多了 你又拖下去這個趨勢 就是警察辦要走路 就是你現在不在做規劃 你反不及時 因為你又四十年 甚至不會拖下去了 你又來規劃 反不及時 事先都拖回來 所以就是說 這個問題對不對 是用經費 偏使得經費 或是用基金來補分的費用 來做全民的徵收 一個這個方案 看來做改革第二的問題 就是住在五個社區的這些中培 都要中培 少年都出來了對不對 你如果中培 你再去北海流水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也是一個 很不理想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說 另外的規劃對不對 用一個 較方便的辦法 是比喻 是比喻沒有 先進去 給人 整點水運用 但是呢 這以後的附帶 就是一個旗艦 這個旗艦 如果高了對不對 要動議 剛才嘛 不然你今天你說這個 家老 還有沒有辦法做處理的情緒 你們在這裡中培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 對這裡中培 會等於變相的月代 你沒有辦法 八個老主委今天走在八個 這兩個問題對不對 謝謝 局長你回答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所議員 跟所議員報告 就是說 現在五個社區 我們說這個老主委問題 差不多是 百幾個 我們基金當然是 在收那個老主委的問題 這是比較緊急 所以我們有照價位在那裡修正 因為基金裡面 一年一年可以做 這些修繕的費用 只有六百萬的牙刀而已 所以我們是沒辦法 很想要這次做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就是 一個牙刀就是六百萬而已 但是這個我們的 我們趕快去做 要想一個辦法 議員說到 都市更新這部門 我想這是 都市更新 那是大家祝福的議員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現在 那也不是說 我 說你這要租公 我就可以去租公 因為那是 每一個人 他自己 輸人的財產 而且那是一項租貸 所以我想大家有強勢 跟他協助 跟他幫助 來去促進 這是我們的來做 第一行就是 老主委的問題 六百幾萬對不對 不是說 在整個的預算當中對不對 不是說 很大的所謂 但是你看那些 那些祖福對不對 因為生活 平常你來降下 所以 建議的問題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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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要找一個 要想辦法來找這條建議 所以就全民 來做一個精神 你一輪排了 就是排 半年一年啊 兩年啊 我覺得這是 對那些 五百社會那些祖福對不對 我們市民裡面 是很不公平的 第二行 就是說 你說 渡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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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們在著手進行啊 要每次歷史啊 要讓他了解 推廣啊 我相信 這個事情 對局長的能力對不對 我就索索有餘啦 我們說是 所以希望在這方面你能夠再加強去做一個處理 我告訴你35年的房子真的沒辦法 我們碰到外面就打得煩了 我們這個經濟的政策 我小時候去我小時候我住在那裡 他去他用女士預祝的蓋上去 所以我們說35年的房子 老水更方便老手 我覺得涉及一些安全問題 包括 請局長回答 我們來去宿舍檢討要如何 更加深解決粗暴問題 剛才說的部分 只要是地方、租居、議員家 需要我們來專利來協助 是 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有意見 針對本案准以備查 案號3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 高雄市政府公務局案由 檢訟金本湖第288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之 高雄市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申請許可審查收費標準 全文及說明一份報情規議會被查 請查照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以上33案 報告案已經處理完成 向大會報告 消防黨議員 康議長 我提一個臨時動議 康議長 開議的時候 講到理性問政 嚴格監督 這個方向 絕對是正確的方向 我相信所有議員都支持 那要落實 到實際的議事進行 我來給議長做一個建議 我們的議程在昨天通過了 那我們這個會期是在審預算 那預算上個會期審法案 這個會期審預算 我們在11月4號的時候 有排一個專案報告就是 高雄市自治條例 要送中央機關的處理情形 要做專案報告以外 還有第二項就是其他四項 我建議 因為我們這個會期是在審預算 審預算我們要引進 專業團體來協助我們審預算 其實我們的預算 百分之九十 都是超去年的跟前年的 有一千三百多億的預算 其實新增的預算大概就是一兩百億 有大部分百分之九十的預算 都是前年 那以前我們通過的預算 哪些需要檢討 哪些在審預算的時候 要被拿出來討論 應該是看什麼 應該是看高雄市審 審計處的報告 就是決算報告 這個都有送到我們議會 所以我還跟議長建議 是不是在11月4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請高雄市審計處 來做專案報告 因為它的專案報告 已經跨到各個局處 而且很多其實都寫得很詳細 比如說它有到市政府去查核 然後預算執行的情形 哪些需要參考的 那因為它來這裡報告 然後市政府的人也來 那議員可以針對這個內容 來提出說 到底你寫的這個決算報告 這些執行到底有沒有錯誤 過去其實議員質詢的時候 很多人也拿決算報告來質詢 但是跟抗議長報告 根據以前的經驗 當我們拿決算報告問市政府說 譬如說交易局 高雄市審計處說 你哪些預算執行不當 這些情形怎樣 交易局的人幾乎每次都反駁 說高雄市審計處那個報告有偏頗 那個跟事實不是這樣 那審計處的人也不在場 那議員拿這個決算報告來問他 也沒有用 換句話說 我們在審預算 90%是以前年度預算留下來的 其實新增的不到10% 所以審預算的時候 應該是看過去90%的部分 哪些需要檢討 然後把新增的項目 再拿出來討論 這樣反而就可以落實議長講的 理性問證嚴格監督 不用特別變更其他的議程 就是在11月4號的時候 我們也請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來議會針對104年度的決算報告 做專案報告 這是我提的臨時動議 是看議長看 現在沒有辦法問其他同仁的意見 因為我們的現場同仁有限 我跟那個消議員報告 您可以看一下 11月21號下午有決算報告 還有另外一個 11月21號下午有決算報告 然後12月5號之後 12月5號之後的議程 也有決算報告 議長現在差別就是差別在 這議程都是照以前抄 因為我當議員當了第10年 我相信議長也都有經驗 比如說11月21號那個刑事就是 大概就是審計處來這裡報告10分鐘 然後也不只審計處報告 當天的重點應該是市府交付的總預算 是不是要付為審查 所以市政府才是當天的重頭戲 當天審計處來我們這裡報告 等於是幾乎歷年來 都是刑事性的報告 然後因為這整本的決算報告這麼厚 所以要問到細節 應該是類似像要問的議員 每一個人譬如說給他10分鐘15分鐘 可以根據這個內容 實際下去問說譬如說議員 關心的是哪一個局處決算執行的情形 恰不恰當 跟小議員報告 因為縣長只有三個議員 所以我們人數這麼少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快要 早上的議程已經到這裡要散會了 人數這麼少的情形 可以做這樣變更議程 不用變更議程 就是因為我有看到 11月4號有兩個議程 第一個是高雄市自治條例的報告 第二個是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會其實在審計算 如果是專案報告 因為等於是叫審計處來做 幾乎是專案報告 也等於是全部市府團隊都要來 因為你等於是叫雙方來對質 等於叫雙方來對質 有議員來問問題 雙方來對質 然後那一天的議程變成很大的變更 雖然其他事項也可以 但是畢竟現場的議員也只有三個人 實在很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是說我們三個人 現場的三個人做這麼大的決定 我是覺得不太妥事 因為那是我的書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應該要 如果剛剛早一點講應該OK 好 沒關係 再早一個時間 人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把一個時間騰出來 就做一個下午的都OK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尊重多數議員的意見 畢竟現在現場只有三個 因為要快三會了 好 沒關係 抱歉 不用更改了 議長 11月11號 我們就有排專案報告或專題討論 因為這個還沒訂題目 有沒有訂 應該還沒吧 還沒訂題目 但是也是要經過大會的同意 所以你找一個時間來提案 好不好 因為這整個議程 從今天開始 10月14號開始 一直到幾乎都沒有大會議程 如果是臨時動議 也要有一定的人數的複議 那可能現場人數也不夠 我跟您說個說明 就是程序上現場人數不夠 做為您複議的人數 所以這個案子確實有一點困難 抱歉 請理解 好 謝謝 下次可以把您提出臨時動員的時間提早一點 好 謝謝 接著向大會報告 因保安委員會的第一召集人改選 請議事主宣讀改選的過程跟結果 跟大會報告 因為保安委員會的第一召集人辭 所以保安委員會召開了他們的保安委員會的會議 推舉第一召集人由陳振文議員擔任 在此跟各位議員報告 另外 由於法規委員會的組成是由各委員會推派移民議員 另外是由議長指派議員 所以連帶影響到保安委員會他們又開了一次會議 他們決定要更改他們推派法規委員會的委員 在這邊報告 他們所提出來的委員是 原來是陳振文議員 他以為現在他們經過再次的開會以後 他們決定改推派陳振軟議員 為法規委員會的委員 在此跟各位議員報告如下 謝謝 好 謝謝這樣的報告 向大會報告 10月17號 18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一跟禮拜二 兩天的議程是市長施政報告跟質詢 17號上午的議程的進行 我們尋網例 由各政黨輪流質詢 首先他的順序是五黨團聯盟 中國國民黨團以及民主進步黨團 以這樣的順序每個黨團聯合質詢30分鐘 17號的下午就請各位議員 跟17號的下午跟18號的整天 請各位議員同仁 依登記的順序來發援 那麼18號質詢的 是以17號下午沒有質詢過的議員來為優先 也請18號的上午在8點50分之前 進行登記抽籤來決定我們執行的順序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 下會